Taiwan 重大事故 晚安,歡迎回到一色檔案,我是DK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台灣重大事故系列 近30年來,單一建物發生駐龍之災的前五名 這個事故的發生原因是不折不扣的惡意行為所造成的 並不是單純的災難 其實這場悲劇是有可能避開的 不過最後仍然牽連無故的人士 這是最讓人痛心的地方 除非是當地的老台北人,不然真的很少人知道卡爾登 因為他的時間點剛好是夾雜在威爾康與潤勤西餐廳 兩個駐龍之間,加上年代已久 大家逐漸在記憶上就淡忘了 這次我找了很多的資料 有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生報、民眾日報 以及災害防救業務計劃 如果想看台灣曾經發生重大事情 歡迎訂閱一色檔案 更進一步可以加入我們會員結束更多的影片 那麼我就直接開始講了 在1993年5月12日晚上6點15分 突然在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的39號之一 卡爾登理龍院的地下室 由於不明原因冒出熊熊火光 以迅雷不及鷹耳的速度包圍住了理龍院 隨後滾滾濃煙襲來 許多顧客與小姐遭到無情的圍困 消防大隊接獲爆以後 立即出動46輛的消防車、雲滴車以及140名消防員到現場灌救 當時正值下班尖峰時刻 新生北路擠滿了車輛 必須由交通警察疏導以後 消防車才能趕到現場加入救火行列 直接濃煙密布,門燒情況極為嚴重 消防人員戴上氧氣罩 在專業判斷下不顧危險衝入地下室搶救 另一方面,在外圍的消防車也布下層層水線 分別從新生北路、四十巷、長春路 以強力水柱灌救 30多民眾在大廈樓頂等待救援 搶救人員隨即用雲梯車先後救下 然而濃煙還是不斷從地下室穿出 消防員用無線電告知現場的指揮官說 起碼有二十人被困火場,狀況不明 一些傷者救出來後被送往馬街、慶生、長根、和平、忠心、仁愛等等的各大醫院急救 直到晚間7點20分,火事才控制住 7點40分,正式撲滅 警銷就開始清理現場,並清查名單 發現有22人不幸離世,7人受傷 雲命者都是集中在地下室 其中最危險的因素在於卡爾登李隆院 設有大量的易燃狀況隔間 一旦發生注容,將會迅速的蔓延 並且造成巨量濃煙無法排除 使得地下室空氣迅速耗盡 李隆院的客人與服務人員因為吸入濃煙而喪失行動能力 初步得知,李隆院之災是有心人士刻意為之 不過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在謎團解開以前,我們先說這一家店究竟是在做什麼的 位於黃金地段的卡爾登,坐落於12樓華櫃大廈的地下室 1樓,部分的2樓,總共3層樓在營業 裡面採用包廂式格局,個別方式經營 B1原先的規劃設計是防空避難室 但是被業者拿來割了許多的小包廂 從李隆院這三個字來看,你可能猜得到裡面真正是在做什麼的 在包廂內具有高度的隱私,可以提供特殊的服務 光是地下室與1樓就有70間包廂,還設有更加高級的貴賓室 李隆院的小姐將近百人,輕益色都是容貌出眾的年輕女子 店家對外宣稱,她們走的是高格調、高品質的路線 只做單純的按摩,不做別的 那如果客人要帶小姐出場,要約會、要連結 要做其他更深入的服務,一概與店家無關 她們就是利用這種方式來遊走在法律的底線 在祝隆植災發生後,則是直接戳破店家的說法 因為有很多衣衫不整的小姐與客人 被發現倒握在包廂內暗藏的密室裡 李隆院究竟有沒有做一些特別的服務就不用多說了 卡爾登李隆院平時生意辛農 進出的顧客每天都有數百人 一日營業額在60萬上下 正商民流、三教九流、角頭大哥都常常前來消費 也因此得到了黑白兩道眷顧 警方曾經多次理解,但是離奇的是每次都查不到任何情勢 於是卡爾登成為中山區最知名的李隆名店 在深入追查下,卡爾登雖然持有合法營業執照 但是僅限於一樓 也就是說地下室跟二樓都是違規營業 那很多人就是過世在這些地方 而且最慘烈的地下室就只有一個出口 在安全方面相當的離譜 至於消防檢查方面 卡爾登都有被消防單位是查獲違規 但是後續都沒有下文 業者之所以能抗拒公權力 不禁讓人聯想會不會是有黑道相挺 或是政治有利人士名義代表的默許撐腰 更誇張的是,在助容發生前兩個小時 其實警方才剛到場去探查有沒有做黑等 結果查無不法,兩個小時後火災就不幸發生了 雖然能走在法律鋼索上去經營理容院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其中有心人士就透露一起糾紛 可能導致這場無情之火的延燒 當時長春路上還有另外一家理容廳 因為經營不善而倒閉 重新改組以後由另外一名的經營業者來接手 並且向卡爾登理容院來接洽 要協調借掉一些理容小姐前往上班 打招一下 但是這家改組的店 重新開業10天後都還是沒有生意 所以卡爾登的小姐不願意放棄原本豐厚的收入 去重組的店家 重組的店家後來就沒有小姐過去上班 就再次面臨倒閉 結果他們就放話給卡爾登 要給他們好看 由這個糾紛可以看出 理容院的經營極其複雜 僅僅還要釐清脈絡與關係 在稍後我們就會講到前因後果 我們先談一下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 卡爾登理容院發生的前半年 才剛發生過神話KTV 16人離世 我們曾經談過這個事件 而在4個月前 也發生過潤晴西餐廳鑄籠之災 33人離世 前一年則發生過台中自強保齡球館 可以說那是一個公共安全不受到重視的年代 再講到為什麼卡爾登理容院會浪成那麼多人的犧牲呢 這間店設有9台滅火器 但是只是白好看的 不符合消防規定 主要的起火點在B1的主樓梯口處 希拉柱的左前方 從起火點處 火蛇成V字形向上延燒 前面有說到 所有裝潢都是採用易燃物 導致燃料充足、助長火勢 最接近的101包廂全部燒毀 一樓左內側的屋頂是10瓦棉 直接被燒穿 二樓被火勢波及的程度比較輕 然而最主要最可怕的就是濃煙 B1四周密閉 導致濃煙無法散開 唯一的通道是樓梯 因此整個地下室流竄著濃煙 一樓的樓梯變成濃煙的垂直動線 二樓窗戶則被業者的廣告招牌給封住 同樣造成煙霧沒有地方散開 在逃生動線方面 一樓只有主要的出入口能夠逃生 二樓的直通樓梯被門封住了 A02包廂有一處活動的木門 但是除了內部的工作人員 顧客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可以逃生 最諷刺的是 有三個人正式倒臥在這裡殞命 至於最嚴重的地下室 本來有三座直通梯可以作為逃生的路徑 但是除了101包廂外面的樓梯 其他兩桌都被封住 造成逃難是不可能的任務 樓梯的封閉是業者為了管理上方便 或是規避警察領檢 結果糧成多人離世的關鍵因素 但是我就想問 消防違規這麼嚴重 為什麼當時政府都不處理 卡爾登理容院的一樓 1980年取得實用執照 核准為店鋪營業 二樓則是集合住宅 地下室只能作為避難室實用 但是業者為了賺錢頑固安全 竟然拿來改成一間又一間的包廂 吃下三層龍變成理容院 並且在大理石磚上面鋪設一覽的地毯 建管處從1989年11月18日 開始對卡爾登違規實用的情形 連續開法11次 然而業者不痛不癢 你就罰啊 從頭到尾就只繳了4次的罰緩 毫無改善 甚至在1991年的2月被勒令停業 為什麼業者被勒令停業後 還可以繼續賺錢 這就顯示了公權力不髒的問題 但是你也不能怪基層公務員 因為那個時候建管處施工 管理科只有17名的公務員在撐 可是消防大隊每個月移送財法的案件 高達萬件以上 變成公務員一個月只能處理30件的違規 而主要的檢查重點是更大型的公共場所 像卡爾登比較小型就是只能排在 稽查對象的後面的後面 稱為漏網之運 政府單位能力不足就是主要的一個原因 更顯示出整個體系的運作出了很大的問題 以前的台灣社會充斥著全市人情壓力 導致業者有恃無恐被裁法也不甩 因為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人機關係就大有問題 也許政府執行財法有舒適的地方 但是說到底罪魁禍首還是業者本身 卡爾登理容院的負責人是楊彩莉 39歲 當初做起這家店總共花了1800萬 分成了20股 一股90萬元 他就佔了9股 所以成為最大股東 他男友林中堡 綽號阿堡 常會到店裡打理事項 如現場的公關交際 算是共同經營者 可惡的地方來了 楊彩莉向警方公稱 地下室雖然沒有營業執照 但是我們很少在用啦 只有一樓客滿的時候 才會把顧客帶到B1 這分明是真面說瞎話 地下室的營業面積 比其他樓層大上很多 起碼也設了25個包廂 楊女的說詞就是在推卸責任 不過事件之所以會發生 其實最核心的人物 並不是她 而是她的同居人阿堡 揭開整起事件的真正原因 則是李榮苑的55號小姐 卡爾登李榮苑55號小姐 是關鍵目擊者 由於她無法讓家人知道在這裡上班 因此作為秘密證人 55號說 她認識一名計程車司機 叫做 良心登 因為開車久坐 背脊掌骨刺 所以一星期有三次會來這間店按摩 良心登過的是一個斜槓人生 同時有在做六合彩的鑄頭 因為機會之下就認識了卡爾登的 共同經營者 領終寶阿堡 阿堡 阿堡有妨礙自由 詐欺 賭博千科 她常常就跟良心登來做千賭 由於沒有任何良心登的影像 大家聽我口說就好 良心登的家境窮困 與太太育有四女應男 還有一個73歲的老母親 全家都住在新生北路康樂市場的違建木屋 為了多賺點生活費 只好挺而走險 做了六合彩的鑄頭 每局賭金是80萬元 大家不要以為 做鑄頭就一定會賺錢 如果有人簽賭欠錢 就沒有賢錢可以調動 有可能會大翻船 起初她在做的時候 半年就賺了400萬 比計程車好賺太多了 然而之後卻虧損連連 不僅將先前的獲利吐回去 還負債40萬 林中寶就是時常向良心登來簽賭 不過他是一個很惡質的人 有一次簽中60萬 良心登身為主頭就必須支付 但是錢尬不過來 阿寶就找了黑道兄弟 到良心登的住家鬧 逼著他必須借錢還債 可是當阿寶共僱的時候 卻跟良心登賴賬賬不還錢 有這種道理嗎 贏錢跟主頭拿錢 賭數就當沒這回事 分明就是故意欺負良心登 最後總共積欠他的120萬元賭債 良心登多次上門向阿寶催債 然而阿寶視若無睹 造成良心登就出現一個巨大資金缺口 所有錢都卡在阿寶這裡 周轉不過來 龐大的心理壓力讓他走投入 決心要離開世界 但是他對阿寶 那一口氣真的是咽不下去 一定要拉他下水 於是他就打電話跟55號小姐說 你在5月12日的時候不要上班 我要去弄你們的店 55號小姐就很擔心 趕快跟那個店家講 但是因為理容院本身就很紛亂 時常會有砸店的威脅 管理階層不當一回事 認為只是講講而已 結果當天55號小姐還是有去上班 七年就看到良心登滿臉怒氣 真的是拿了一個裝滿汽油的5公升塑膠桶走到地下室 而且他是選擇在人潮最多的時刻 可見他恐怖的惡意 隨後他將桶內的液體澆滿全身 一扎人時間觸不及防就點火 工作完全沒有時間阻止 良心登瞬間就變成火球 疼痛讓他四處亂竄 加上一欄才子 卡爾登理容院請客間變成人間煉獄 良心登當場離世 而起火處剛好就在B1出口 除了第一時間目擊到的服務人員 其他在包廂內按摩的顧客與小姐 全都未能逃出 一樁金錢糾紛連累無辜的人 反而世主阿寶 事發當時是不在店內逃過一劫 說起來真的是人間悲劇 良男雖然自有苦衷 但是無論如何 都不應該用極端的手段來處理事情 而卡爾登的負責人楊女 明知道消防設備有疑慮 仍然繼續營業 共同精英人阿寶 讓私人恩怨演變成巨大災難 更是難辭其咎 還有政府已經查期到該店不合規定 勒令停業了 卻因為不明的理由沒有徹底執行 每一個環節緊扣相連 結果就造成了卡爾登事件 讓22個人走向命運的盡頭 事發兩年台灣再次發生了威爾康餐廳之災 28年後又成中成之災 好的那事件就講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看完這一集能夠有基礎的消防觀念 當局更要落實安全檢查 不要讓類似的情勢再度發生 更不要讓私人的恩怨親仇 衍生成惡毒的詛咒 欠債不要過太久 如果有不好念頭 請找心理醫生分擔你的憂愁 願卡爾登離世者能夠永遠的安息 你怎麼那麼爛人啊 他們 他們 他們